你在看王敏的案子是怎么来的 王敏压根就不是一起谈过时间长短 一起分顾儿女的利益 也没有一起成长 增加用过的人当他不需要的时候 增加当觉得你是我的危害的时候 我就会以反腐的名义我把你除掉 因为有王岐山和孟建柱 当我觉得你中意我的时候 我会继续用你 当我觉得我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是我威胁的时候 我要除掉你 我用你的时候 叫忠于增加和忠于未来 共同腐败 共同上床 当我干掉你的时候 是因为你不中意党 你腐败 堕落了 被你干掉 你将被冠上 玩弄女人 道德腐败 生活糜烂 从来没有坚定过党的信仰 从来没有用过党的信仰 你进去吧 我说的不要相信我 把这些人的案子 大家好好去看一看去 看看他们的经历 那么这是一个辽宁王敏案 是一个王岐山孟建柱 包括了栗战书 包括江志成 是一个完全是保增 灭口 骗习的 一场政治大习 大家 我说到这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感受 大家一起看看 oth 北口 北口 欧